健康加财富,知足就是福 大家好,欢迎再度来到邱振宏谈健康 今天我们要回答有几位网友 在邱振宏医师的粉丝团里面留下的几道问题 第一道问题是有一个网友说 喜欢吃鸡皮猪皮会不会影响到减肥 那么里面饱和脂肪酸会不会对身体的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 我相信问这道问题的朋友 他的确是有健康的概念 因为我们过去的研究 发现说饱和脂肪对于我们的健康 比较会容易造成心血管疾病增加的风险 所以在大概1992年 这个时候美国农业部发表的饮食金字塔 饮食金字塔他就把食物分成几个像金字塔横切 这样分成几个层面 那么在这个饮食金字塔当中 最上层也就是建议吃最少的就是脂肪油脂 当时就认为说这种油脂脂态度对健康不好 那么最底层的碳水化物 建议大家至少要一半以上的摄取 但是经过了十几年以后 到了2003年 美国农业部根据这十几年来 大规模的流行病学研究 就发现说 其实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增加 会导致肥胖盛情率的增加 其实跟碳水化物过多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慢慢研究就发现说 其实饱和脂肪会不会 很容易是一个人脂脂肪上升 发现说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 其实跟饮食的相关性反而没有那么高 大概两成是跟食物有关系 但其他的八成跟你的胆固醇的代谢有关系 也就是说呢 这个食物当中 只要你不要 每一餐都是以饱和脂肪酸 饱和脂肪 动物脂肪为主的话 其实你不用过度担心 这个油脂肪 这个比例失调的问题 那么以现在的营养的概念来说呢 我们这个油脂的摄取呢 其实只要把饱和脂肪 单元不饱和跟多元不饱和啊 以一比一比一的这样的比例来摄取 就是一个很健康的概念 那这个概念就是说 你不是完全不吃饱和脂肪吗 对不对 还是可以占三分之一的这个饱和脂肪的摄取 所以我今天回答这位网友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你呢这个吃鸡皮或猪皮呢 你不要有过多的心理的压力 你只要啊这个不要每餐都大量摄取啊 你只要说哎 少量啊 那偶尔能摄取一下 那这样的话对健康是不会有负面的影响 那反而可以让你啊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 那么呢快乐的吃啊 那么愉快的过生活 那这也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加分的效果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吃鸡皮或猪皮会不会影响到减肥 那我们知道啊 减肥不是只有油脂一项因素造成的哦 它包括碳水化物包括蛋白质 只要是啊你这个热量的摄取 失去的这个平衡 长时间进来的多出去的少 这样子就会导致肥胖 所以偶尔吃一吃猪皮鸡皮 又有何最之有呢 基本上来讲 只要你总热量的控制 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状态 或者为了减肥达到一个热量的负平衡 你即便在饮食当中 吃了一点猪皮啊或鸡皮 你也不要有过多的这个心理压力 哦 所以今天呢给这位朋友回答的 啊答案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吃鸡皮或猪皮 未必啊会让你的减肥大忌失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啊 在食物当中 饱和脂肪还是可以适量的摄取 只要不要超过三分之一的这个重量 那呃大概呢 就不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 哦 所以今天回答到这边 欢迎各位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分享 按小铃铛 获取最新的讯息 我们今天就先回答到这边 下回再见 拜拜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 请在下面按个赞 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 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 请按订阅 下回见